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神鹰从单调到群欧的体系化升级 并且可能得到批准能够出口 国产反舰导弹将是国际市场第一种具备这种能力的反舰导弹 此前一直有传说俄罗斯反舰导弹有这个黑技术导弹编对数据链技术看起来容易 但是实现起来难度非常大 因为导弹要在空中姿态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因此数据链不但要在空中阻网 还要能随时进行网络架构调整 并且变化方式和速度都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导弹编对数据链技术只有在新世纪无限宽带网络 自阻网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之后才得以实现 所以考虑到苏联及俄罗斯电子及信息技术水平 此前传说的苏联反舰导弹乃至俄罗斯反舰导弹具备弹群攻击能力让人持保留态度 从海外资料来看 同时7苏27SK战斗机的数据链 大致相当于美国Link 4数据链的水平 仍然是一种有中心网络 即便最新的苏35SK采用的数据链 也只要当于Link 16数据链 这些数据链都采用静态阻网技术 也就是说网络需要预先进行架构 这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不能进行动态调整 很难相信这样技术水平能够开发新一代动态 自阻网数据链 美国LASM反舰导弹应该具备这种能力 此前外界一直认为 美国最新LASM反舰导弹采用了导弹箭数据链技术 据信这种数据链基于美军新一代TTNT战术目标 瞄准网络系统数据链掩制成功 可以实现空中和地面各种平台的快速联网 并以极高的速度传递数据 从而对时间 敏感目标的精确打击 且到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实现了弹群之间 战术数据交换和共享 提高了编队目标探测能力和覆盖范围 这一点正是限制导弹攻击一个瓶颈 因此采用这个技术被视LASM一个技术突破 有效提高LASM远程导和攻击能力 中国相关单位也将导弹兼数据链 列为反舰导弹关键技术进行发展和攻关 并且成功攻克了这个技术 此前就有报道说 中国已经实现无人机集群作战能力 因此海外资料认为 中国已经完成了低速空中无人飞行器数据链原制 在此基础又攻克了高速反舰导弹编队数据链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打通协同信息链路 支撑中华神鹰从单条到群殴的体系化升级 国产无人机已经实现编队作战能力 一般认为应该是突破了无人飞行器间 数据链技术导弹间数据链研制成功 有效提高国产反舰导弹保和攻击能力 首先导弹编队之间可以进行战术数据链交换 导弹探测系统获取的信息可以在编队之间进行共享 这样编队就能够通过获取目标不同频谱信息 提高了目标探测能力和覆盖范围 尤其是抗干扰 目标识别能力进一步提高 在这可以实现被动定位 此前反舰导弹虽然也有被动定位系统 但是只能对目标进行单点定位 定位精度受到限制 现在可以进行多弹协同定位 大大提高了定位精度 适合在激烈电子对抗环境运用 导弹编队可以根据获取目标信息 采用多样攻击航路 增强突防能力 导弹间数据链的运用 有效提高国产反舰导弹保和攻击能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导弹间数据链的运用 有效提高国产反舰导弹保和攻击能力 是国产反舰导弹发展又一个 作者署名 小飞珠观察